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局21号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800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1.9万例 这意味着平均每18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曾确诊 目前加利福尼亚州仍然是美国确诊病例最多的州 由于病例激增 医疗资源告急 当地医疗系统已病理崩溃 多家医院重症监护室已经没有床位